好 新的主播 為您實際鎖定在巴黎奧運羽球館上的最新消息 來看到我們現在就是在羽球館外 哇 在這邊呢 剛剛是真的非常非常的緊張 全場都在歡呼 林洋沛將士用命啊 在經過了激烈的敖戰 最後2比1擊敗了中國組合 哇 真的是太解氣了 我們台灣人啊 真正沒在騷擾 你敢弄了 這場比賽呢 在第一局的時候呢 其實林洋沛是展現了比較好的壓制力 所以一開始我們是21比17拿了下來 但在第二回合的時候呢 遭到對方在前場的不斷掉動 所以在第二局的時候呢 我們是拱手讓出 贊成了1比1平手 各位觀眾朋友 故意觀眾朋友 相信在巴黎的現場 還有在台北車站 還有在大螢幕 小螢幕 電視機前面看電視的你們都跟我們一樣緊張 因為在第三局一度的是你來我往 甚至呢 我們還是2分落後給對手 但是在後來打到後半段的時候呢 我們連取4分 一度是取得的有2個金牌賽末點 來到了20比18的這個階段呢 這個時候呢 中國隊馬上又追回一球 好緊張 為什麼 因為如果再打到20比20就要來到第50 這變數就很多了 不過沒有關係 林洋配完全無得緊張 吱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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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吱吱吱吱吱吱他 哇 我們這個金門來的孩子 還有我們這個台北市 這個林洋真是太厲害了 最後頂住壓力 拿下了這關鍵的1分 21比19 最後2比1擊敗了中國組合 也創下了在奧運金牌 羽球男子双打史无前例的金牌 二连霸 过去南韩队跟中国队 曾经在奥运史上 连续两届打进到了金牌战 但是很可惜 他们都没有拿到连续两届金牌 这一次林洋佩拿到两面金牌 这不只是创下他们个人的记录 也创下了在奥运史上 唯一一组组合 在男子双打拿下了金牌 而且大家可以想象吗 林洋佩其实在冬奥夺金之后 是历经了很长的一段低潮 甚至很多公开赛 第一轮就被淘汰了 但是在去年日本公开赛 拿到金牌之后 现阶段回到了巴黎赛场 其实坦白说 在来之前没有太有人看好 因为第一个分配叫死亡之主 这个组合基本上都排名世界前十 第二个还要多打一场 其实没有关系多打一场 反而让林洋把状态调到更好 在这个胜利拿下来之后 全场国人都感动到快哭了 我们在现场每一位采访朋友 我们在现场每一位的中华队的队职员 都感到非常的开心 这也是中华队本届巴黎奥运的第一金 好样的林洋佩 谢谢你们带给国人这么大的感动 我们也希望未来的赛事 虽然说李洋要退休了 但是也希望回到台北的公开赛 能够画下一个完美的据点 接下来还有更多的比赛 包含像拳棋 还有唐家用体操 也请国人持续的为中华建额 加油打气 主播 TVBS大运动家运动迷一起竞技的殿堂 马上下载跟中华队一起All Win